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诚然 对于那些远居的爱人来说 尘封记忆 锁住回忆是最好的留念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对过去释怀 有些人注定不会成为我们的灵魂伴侣 却会成为我们生命里无可替代的一部分 说不出哪里好 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感情这东西总是带着一丝玄幻 开始时甜蜜快乐 结束时又痛彻心扉 那些你曾经飞蛾扑火般爱过的人 终究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可笑幼稚 或许有些感情只能错过 有些人只能回忆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爱情的另一番模样呢 爱情是很玄的东西 大多数的人都在爱而不得 而有些人本应该可以走得长远 却被世间的阴差阳错造就了不可逆转的遗憾 在娱乐圈有很多让人惋惜的爱情故事 正如胡哥 他就是一个表面快乐 内心却有着痛楚的男生 比起胡哥的爱情 他和霍建华的友谊更让人羡慕 两个大龄男青年互动时也经常被人调侃 在参加颁奖晚会的时候更是被主持人调戏 后来老干部霍建华牵手了女神紫薇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独留胡哥一个人继续承受孤独的滋味 游记得主持人何炯就曾经调侃他 不会在吴磊结婚的时候还在给别人当伴郎吧 这调侃的背后是心酸的现实 也表达着粉丝对胡哥的关心 曾经的胡哥是一个水嫩的帅气男孩 凭借《仙剑》系列一下子爆红 可以说是实力与颜值并存的一个明星 但是谁能想到一场车祸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 侥幸活下来之后彻底地改变了胡哥的命运 在这场始料未及的车祸里胡哥毁了容 若不是薛佳宁的照顾恐怕都没有今天的胡哥 当时胡哥在死亡车祸中侥幸捡回了一命 但人却瘫倒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时女友薛佳宁给予最真实的安慰和鼓励 推掉了所有工作 置身到男友身边进行陪伴和照顾 人一旦经历重大事故之后 心态会有很多变化 尤其面对身边人的离世 以及自己毁容的惨痛事实 胡哥一时间很难从这样的阴影中走出来 我们也没有资格要求他坚强 毕竟演员最重要的就是一张帅气的脸 毁容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 那时面对满身伤痕 胡哥不仅受到病痛的折磨 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所幸薛佳宁懂得他内心的脆弱和不安 一直在一旁照顾 让他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后来胡哥恢复了继续回归事业 但是经历这段难熬岁月的情侣 却走向了分手 分手原因据说是因为胡哥的母亲阻拦 才会让这段感情结束 感情总是这样让人遗憾 后来当薛佳宁被提到对于前任的看法的时候 这个可爱的姑娘担心自己的言论会影响到他 选择避而不谈 笑着祝福 再后来在某节目的问答环节 对于主持人的询问提到薛佳宁 胡哥也眼泛泪花 更是哽咽着说出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好 然后就陷入到了沉思中 那一刻胡哥在想什么谁也不得而知 他可能会想到很多两个人的甜蜜过往 也可能会对他的祝福 而这些一闪而过的信念全都是真心爱过的痕迹 后来胡哥与合作的女星江书颖传出了恋情 但是这段感情很快就结束了 如今的胡哥还是截然一身 虽然经常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 惨遭调侃和吐槽 但他依然保持单身 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在年龄方面 胡哥已经老大不小了 但我还是挺欣赏他保持单身的态度的 与其开启一段错误的恋情 倒不如潇洒的单身 关于胡哥和薛佳宁的这段感情 更多的是遗憾 生命里有些遗憾是必然存在的 那些错过的爱人 将会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就像张爱玲说的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 一切事物的结局本应该是美好的 如果不美好 那它就不是结局 所以纵然胡哥和薛佳宁很遗憾 但结局未知 还是可以期待的 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 也不是沉默 而是成熟后的坦然 是面对时的冷静 那些过去爱而不得的朱砂痣 最终会成为我们生命里的白月光 最终教会我们成长 让我们懂得怎样去爱 如今距离胡哥和薛佳宁分手 已经过去12年 两人从2003年相识 2006年正式确立恋人关系 到2009年分手 仅温暖了彼此6年的时间 6年时间虽然短暂 却成为了他们共同心底 最不可触及的岁月 那段岁月不知温柔了多少时光 或许是因为这段感情伤人至深 又或许是薛佳宁看破红尘 总之 2017年12月8日 薛佳宁抱自己已皈依佛门 并已修行近一年的时间 分手12年后 薛佳宁看破红尘 胡哥至今再无另取 唏嘘的同时不免好奇 曾经那么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相守 生命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那些曾经以为不会离散的 最终还是飘远了 那些以为可以走到最后的 却在中途下车了 那些感人至深的 最终都变成回忆了 不过这并没什么不好 人生就是这样 在德语诗中让生活圆满 在错过与相遇中 温柔了整个岁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